阿龍好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又回到我們的右兽加歐系列 那很多人可能會覺得 阿哲平不是說禮拜六要出 阿為甚麼又變成隔一天晚一天了 喔 不好意思好不好 因為 你們的要求實在是太困難達成 我後來才發現 我不該給你們開甚麼方案 好不好 我 好不好 因為後來統計出來 很多人都是想要讓右兽加歐 就是讓我們超級稀有的一隻貓咪可以10等 好不好 所以 我就努力把你們右兽加歐給練到10等了 你知道那有多難打嗎 因為我們現在體力只有110 那我只能刷一般關卡 然後打出來的經驗只有1萬多或幾千多 阿 好不好 然後右兽加到最後一個等級要多少 要50萬的經驗值 阿 好不好 不過後來哲平還是達到了 然後 其實後來就是大家也有跟我講說 哲平可以幫我們刷金寶阿 恩 O-Cross 又為了幫你們贏 好不好 O-Cross 好不好 沒問題 阿 我把你們的金寶全部都刷完了 所以 這樣就更方便大家可以通關 好不好 然後再來就是因為我們這一次多了 那個右兽加歐的進化型態可以使用 所以 下次的留言裡面呢 大家可以把你們想要叫的是 一般的加歐 或是想要叫的是 進化的加歐 好不好 都可以在下面打清楚一點 因為 你要叫進化的加歐的話 等於一開始你就要先存到4千塊 而且那一段時間你是沒辦法造 造其他貓咪出來的 大家可能還是會不太知道為什麼不行 因為很多人還是在下面留言說 先出什麼再出右兽加歐 這系列就是主打右兽加歐 所以右兽加歐一定要第一隻出來 那 蛤 為什麼 你明明就有右兽加歐 為什麼還要這樣玩關卡 因為這個是跟你們互動的 有時是跟一般的貓咪大戰爭不一樣 如果我就只要單純通關的話 那我 拍著幹嘛啊 對不對 那我就直接右兽加歐 右兽加歐 右兽加歐 出出去就好啦 所以 記得呢 我們的規則就是要先出右兽加歐 再來就是 右兽加歐 跟超級貓咪們只能出一隻 右兽加這個遊戲變得有難度 大家要去思考要怎麼通關 就變得跟一般的貓咪大戰爭不太一樣了 這就是我們的不一樣的系列貓咪大戰爭 好 那我們今天一樣抽出我們三位名額 好的 那我們第一個 觀眾呢 叫做 鄭瑞昌 他的隊伍就是帶了右兽加歐 還有狂亂小籠包貓 還有地藏跟牛貓 跟坦克貓 跟耳西貓 大法是先把神前包升到兩等 再出右兽加歐 兩隻坦克貓 再打地藏 再大象出來吃鹼 先瘋狂出牛貓 大象出來後 再出五隻耳西貓 加十隻狂亂小籠包貓 好 然後在這邊我碰到一個很玄的問題 這個因為其實哲平 我也是第一次有右兽加歐 所以我這個不知道 因為 右兽加歐計畫到十等之後 是沒辦法切換成右兽形態的是嗎 還是其實出了問題了 不過 看來應該是沒辦法 所以我們 這整集的話 應該就是要帶我們的 黃獸牙王出場喔 他可能是因為被大象打到不爽 所以才那個的吧 我覺得 那在這之前呢 因為哲平有幫大家試過了 所以我們 如果要叫出我們的黃獸牙王的話 錢包要升級到四等還是三等 所以 這三場的話 我都會先幫大家的錢包升級在三四等 讓我們的黃獸牙王出場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再戰我們的英國 Let's go 好 那我們要先升級我們的錢包喔 在此之前我們就是要 先撐住就對了 我們先把我們的黃獸牙王叫出來 我們看一下能不能打贏我們這個可怕的 英國巨獸 大象好不好 其實小隻型態真的是有點沒辦法 因為攻擊距離 就是剛好就是直接被那個 被那個誰 被我們的大象給剋死了 好 在這邊撐到 撐到出來呢 呃 感覺好像有點沒辦法 這個四千塊 加油啊 加油啊 我們一起洗倒 因為沒有小隻型態了 哇 等一下 這行不行 以我們的錢量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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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 撐住啊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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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在兩千而已 喔 我可以幫大家拍貓咪泡 大家不要緊張 貓咪泡 清一下 三千 三千 應該是可以喔 牙王出來 應該可以 清一波了 快呀 錢包 給力一點 羊羊都出來了 有 四千 黃獸牙王 登場 爽 OK 沒問題 好 開始就是 出兩隻坦克貓 然後跟地藏 OK 然後在大象出來之前 先瘋狂的出牛貓 不好意思 大象已經出來了 所以就是出 五隻 噁心貓 五隻噁心貓 加十字狂犯小黃貓貓 我覺得加上我們的牙王之後呢 大象應該就是 被我們打假的了 因為其實他這次的範圍 是離很遠的啊 所以 大家應該不用 不用那麼緊張 只是 就是一開始撐塔的速度 可能大家要自己再 斟酌一下 好不好 五隻 那個噁心貓 OK 直接一擊 秒殺我們大象 果然 好不好 黃獸牙王 大家的發案三 算是非常成功了 不過就是我們錢包 要先集到五啊 所以大家如果之後的關卡 要攻略的話 就是 要再自己斟酌一下 那個錢包的數量 好 我們還有差兩 差一隻的那個 噁心貓 然後再來就是出 十隻狂亂小籠包貓 就結束了 他的配置了 九隻 十隻 好 沒問題 完成配置 果然牙王一出場 我們就成功的 取得了英國的勝利 而且還拿到了 普通的炸魚薯條 所以這樣等於一次加了 兩格的貓力喔 又拿到 又拿到炸魚薯條 又加 又通過關卡了 恭喜大家好不好 牙王一出場 大家的方案三 沒有問題了 好的 再來就是我們下一位觀眾 他叫做 呱呆 應該是呆呱吧 好 他要的組合是 用塑膠 再加上我們的巧媽 再加一顆坦克貓跟牛貓 然後方法 交給哲平操作 好 哲平操作 那就就是 放一百個星吧 好 一樣 前面就是我們要存錢包的那個火了 好不好 這次呢 因為他說交給哲平打嘛 那哲平我想要試試看 如果我們沒有開貓咪泡的話 那我們會不會 直接一舉GG呢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吧 就是在 我們叫出黃獸牙王之前 我們那一發貓咪泡不開 看一下我們的塔 能不能撐住那個攻擊 我們這邊 砲已經好了 可是我們不開砲 那我們看一下 到底能不能撐得住 我覺得 好像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困難喔 這個 會不會 就這樣GG DADDY 我抱抱抱抱 不能亂玩 我覺得會GG好不好 會GG 好 好 Let's go 啪 好 再來就是他的打法 就是交給我打嘛 那 那很簡單啊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我覺得牙王一隻 大概就可以打全場了 所以我們就只配他 好 什麼都不用管 啊 讓他去 Shit 他在這個英國 已經受了那麼多的恥辱了 他應該一個人 來殺爆他們全場 全部都給我退下 啊 我是黃獸牙王 上一次居然想欺負我幼年形態 啊 大象把我卡的慘星星 這次換我一隻 挑戰你們全部 啊 還有誰 沒問題應該是可以的 我覺得他是 很有資格可以單挑大象 兩隻巨獸的對決 喔 牙王被打到了 可是牙王一擊 哼 普通貨射 好直接把他解決 哇 那接下來就是看 會不會拿到金寶了呢 Let's go 有沒有金寶呢 沒有 好 那我們這邊 毛利一樣 加1分 好 帶換我們的最後一個玩家了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隊伍吧 好的 我們今天最後一位觀眾 他的名字叫做 黑棋王者 啊 好像是 好像是黑棋王者 好 那他的隊伍就是 他要帶 加歐 貓咪 還有坦克貓 跟小籠包貓 還有我們地藏跟巨神貓喔 然後他的打法是 錢包三等 然後加歐 先出加歐 然後之後再一直出貓咪 跟坦克小 跟小籠包貓 然後一隻地藏 然後一直出巨神貓 他的意思是什麼 反正就是後面就開始隨便亂出吧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黑 王 欸不 我們看看 黑棋王者的隊伍 能不能通略過 我們的英國吧 Let's go 好的 一樣又到了我們的 集錢包時刻了好不好 這個地方 就是 非常 麻煩的地方了 然後就是大家之後 如果就是 你想要用那個 喔好像也只有 黑色羊王可以用欸 這點真的還蠻 蠻不知道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的 就是大家如果 能夠知道 為什麼右手家 不能切回舊小型態的話 可以方便跟我講一下 要不然 這樣我們以後就只能 選擇 那每一次 都要讓我們的塔 扛在前面 這樣其實是有點危險的一件事情啊 因為不見得每一次關卡 都可以這麼輕鬆扛在這邊 沒問題 牙王登場 刷 然後他是說 一直出 就是反正就後面這些都一直出 然後出一隻地藏 然後加巨神貓這樣子 反正就後面的都一直出一直出 不停的出一直出 上吧 海量貓咪戰術 他說巨神貓要需要多一點 因為需要坦攻啊 所以我們就給他們 多一點的巨神貓 不過其他小貓 他的意思好像也是要不斷的一直出一直出 那我們就給他出到結束為止吧 好 到底會不會有金寶呢 那我們看一下這最後的一擊 有沒有金寶 刷 有沒有 沒有 好 那本次的右壽加歐之旅 其實三個人都算是都是通關了 因為我們現在有那個黃獸牙王了嘛 所以就是 呃 如果他真的沒辦法把叫右壽加歐出來的話 那可能就是 我會再想一些其他期待方案 那如果你們知道 要什麼辦法可以把他變成右壽加歐的話 那 再跟我說囉 那好 那本次的貓力呢 其實第一個觀眾他的打法好像是有限制型態的 就是他有限制幾隻 所以我應該要再多還你們一點貓力 那所以就是再加一點的貓力囉 好 現在就是升級貓咪時間 我們第一位觀眾他說他想要升級的是地藏 那我們就來升級一下我們的地藏吧 地藏已經兩等了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 大呆瓜他是想要買MR點 他要買MR 可是我們有MR嗎 我們好像沒有MR欸 還是你們的MR是其他的 我們好像沒有MR欸 好 然後第三個他是想要升級我們的巨神貓貓 那沒問題 巨神貓生意等 好的 下一站 格林藍島 你有什麼其他的攻略 或是想要跟哲平一起建議的東西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 那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 喜歡哲平的頻道的話 歡迎訂閱哲平頻道 按這部影片的喜歡 好 讓我們繼續 讓右壽加歐的系列持續走下去 這個系列 就是主要是開給大家來思考要怎麼打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攻略系列 或是想要看通關的影片的話 哲平都會努力用我的主帳號去打給大家看的 好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 再見啦 大家 掰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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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